这个刚出生的婴儿到底有多惨 在降临世间的那一刻起 一道惊雷对着他从天披下 瞬间孩子失去了48个器官 五官 四肢甚至连皮肤组织也都没有 即使这样他却还有一线生机上存 生父提胡看到依旧还活着的孩子 突然莫名地开怀大笑 原来就在不久前 提胡策马来到地狱堂 堂中上人知道提胡出现在这里 就说明他已经舍弃神佛 站在了魔神一边 但还是劝说 凡是偏离神佛之道的 都是歪门邪道 一旦真的踏出这一步 等待他的就只有无尽的地狱 可是提胡却认为 如今的世道才是真正的地狱 你们成天参拜的神佛之道 才是真正的虚无缥缈 根本就不复存在 并将想要阻拦的上人斩杀 大狗様 心里近日 而提胡作为当地的领主 由于长期的饥荒和流行病四面 导致全国战乱民不聊生 阻碍了自己名震天下的心愿 因此对神佛心生怨恨 希望眼前的魔神能够帮助自己 守住领土夺取天下 而自己会把拥有的东西送给魔神 突然屋内狂风四起雷光大佐 等到孩子降生以后 提胡看到孩子如今的模样 知道和魔神的契约达成 自己的心愿也就要实现 即使妻子还是愿意照顾孩子 提胡却不顾妻子的阻拦让产婆带他走 并幻想着以后的雄徒霸业 提胡看到一旁的菩萨像已经残缺 仆人说是被刚才的雷电打坏的 产婆说可能是帮了某人挡灾 此时产婆带着孩子来到河边 认为这种模样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地狱 丢入水中时忽然又不忍杀死他 便将孩子放在小船 随波逐流生死全看运气 这时河边一位芒僧闻到了一股邪恶的臭物 并能感知到身前有一只妖怪 用剑两三招除掉了妖怪 这时他又感知到附近有一股奇特的气息 既不是人也不是妖怪 透露着一股因果的味道 于是收回利刃自顾自前行 提胡领地也成功熬过灾海 恢复到往日的繁荣盛世 只有这个还未出生就被抛弃的一小团残躯 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默默消失 他叫白鬼丸 作为领主醍醐景光的长子 还未出生就被父亲献祭给了魔神 一出生就被夺走48个器官 然后便被醍醐抛弃 16年一化而过 白鬼丸来到这座小镇 街边这个小孩正在摆摊叫卖 卖的东西还都不一般 既有贵族公主穿过的真丝衣裳 也有八旗大蛇用过的酒缸 这可都是寻常难得一见的真品 现在购买还有小鱼竿赠送 就在小孩继续胡说八道的时候 一群壮汉来到跟前 原来他们看多罗罗可怜 所以雇佣多罗罗帮忙看管户 未曾想被他顺走了不少东西 大汉抬起胳膊准备收拾多罗罗 却被他提前逃掉 边跑还不忘嘲讽大汉 对岸的小朋友看待了不慎华夏河岸 被路过的白鬼丸抓住 然后迅速离开 大汉这边被多罗罗用马翔招待后逃走 这让大汉愤怒不已 逃脱的多罗罗在河边遇到一只炯炯的小奶狗 掏出小鱼竿准备喂食 随后又反悔了说道 在乱世不能依靠别人 凡事都需要自己去争取 这时大汉出现抓住小奶狗 威胁不许动 不然就让小狗受到惩罚 多罗罗无奈 只能被几人围着殴打 并让他以后不要再当坏事 多罗罗不服气 捡起石子砸伤大汉的一只眼 两个手下上前再次拳打脚踢 大汉让多罗罗离开这个镇子 我们是谁的指导也不可以 我们是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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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死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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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伴看到白鬼丸 助力在桥上 在普通人眼中 白鬼丸就像人偶一样 看着让自己感到害怕 大汉对白鬼丸解释 如果你以为我们在欺负小孩 那就大错特错 实际上被欺负的人是我们 白鬼丸提了提刀并未回复 多罗罗看出白鬼丸并未看向他们 而是在看他们身后 可是身后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堆垃圾飘了过来 突然垃圾下面钻出一只淤泥怪物 抓住多罗罗就要往嘴里送 白鬼丸卸下一只手 露出里面的剑迅速斩断淤泥怪的手臂 再将多罗罗顶到草地上 白鬼丸把淤泥怪引到桥上 边跑边斩断木桥 很快瞧它了 淤泥怪掉入水中被冲散 战斗结束 多罗罗抱着甲只手臂赶来 并帮白鬼丸安上 仔细打量白鬼丸的五官都是假的 突然白鬼丸浑身颤抖 等拿开双手脸部竟然已经恢复 白鬼丸不自觉地流下眼泪 与此同时 醍醐看着闪电劈向地狱堂 额见伤疤隐隐作痛 便赶往这里 发现一座魔神雕像裂开 顿时屋外山体滑坡 如今的醍醐又有了一个孝顺的儿子 会亲自打猎给母亲补补身子 母亲看着这倾盆大雨 回想起失去大儿子的时候 也是这个天气